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次视频给大家介绍HTML5的文章标记 好的,我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一共有三个标记 首先是man标记 它标示网页的主要内容的部分 接下来是article文章标记 它主要描述文章的内容 最后一个是section标记 它主要描述文章内容的区块 这个地方我加上一个文章 大家请稍等 内容区块其实也可以 但是加上文章内容区块 可能相对比较好理解 好的,就是这样 下面咱们逐一看一下 每个标记的使用方法 首先是man标记 它描述文章的主要内容 是HTML5新增的标记 它在4里面是没有的 不好意思,这地方我忘写了5 主要内容咱们可以理解为 是每个页面所独有的内容 比如说新闻网页的新闻内容 那仅仅是这个页面才有内容 对不对 而页头页角,菜单栏等部分 则不属于页面的主要内容 好的,我们看一下man的使用方法 在body标记里面 有一个man标记 它的raw角色是man 说明这是网页的主要内容区域 在man标记里面 有一个article标记 说明这个网页的内容 是一篇文章 然后在article标记里面 首先是article这个文章的标题 H1 在H1标题后面 是这个文章的自然段P 一篇文章有多个自然段 所以这个P部分 我可以把它拷贝多次 咱们看一下 好的,这个就是一篇 有三个自然段和一个标题的文章 或者叫做网页的内容了 OK,接下来咱们看一下article标记 article标记呢 它表示网页内独立内容的区域 比如说咱们新闻网站的 新闻证文的内容 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博客网站的 博客证文的内容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article这个标记 具体的使用方法 在这里呢 为大家准备了一个article简单的例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一个article标记 它是所有标记的副标记 代表着这是一篇文章 接下来的heater标记 说明这是这篇文章的头部部分 下面的footer呢 说明这是这篇文章的脚部部分 然后p部分呢 是这篇文章的正文 这些要素加起来呢 就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主要结构 这个呢就是article简单的使用方法 咱们再看一下下面的section 它呢一般和article配合使用 咱们来看一下 session呢 它是表示文章中的段落部分 可以生成页面的轮廓outline 可以根据页面内容的情况呢 把内容逻辑的分为 几个具有层次感的区域 这个呢 其实是seu工作的一部分 这样做呢 可以使所有眼情的机器人 更容易理解咱们网页的结构和内容 以便所有眼情能够尽快的找到它 好 咱们看一下section的使用方法 它呢一般和article标记配合使用 所以在这地方呢 我是两个标记全都用到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article首先是有一个heater标记 在这个里面呢 咱们定义了一个section区域 来说明这个区域显示的是文章的大标题he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是这篇文章各个的区块 每个区块里面呢 又有自己的小标题和自己的自然段 大家请看就是这个效果 section配上一个小标题 同时每个小标题之下呢 是这个区块里面的自然段 好的 关于section的使用方法呢 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section标记的第一个子标记 一定要用h1到h6的小标题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我section的第一个小标记是h2 是个小标题 这个section的第一个小标记 h2也是个小标题 头部部分的section的第一个标记 也是h1 也是一个小标题 这样的写法呢 便于搜索眼神的机器人 去理解咱们的网页 以便于抓取咱们网页的内容 好 我们马上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我是从网易财经的这个新闻网站上 抓取下来的一篇新闻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men取语 来说明这是一个主要内容 接下来的article 说明这是一篇文章 article的header部分呢 就是说它的头部部分呢 首先是一个section 在section里面 首先用h1 定义这篇新闻的标题 p部分呢 定义这篇新闻的发表时间 其实有多个section组成 第一个section是最新行情 第二个section呢 是概要 然后第三个section呢 是监管层合伙市场 估计是国家队互盘 股票涨了 第四个呢 是机构观点等等等等 最后的futa部分呢 给出出处和原文的连接 这个呢 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每个section部分呢 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内容区域 有自己的标题 有自己的内容 好 就这个网页呢 咱们运行看一下效果 大家请看 这就是一篇新闻网页的内容 有自己的标题 发表时间 我把它做一对应起来 可能看起来比较稍微的好理解一些 大家请稍等 好的 咱们从上网下看 首先是一个文章 然后呢 是这个header 头部部分 大家看 用这个蓝色线框起来这个地方 然后是这个section的区域 第一个呢 h1 就是这个文章的标题 护值涨1.97 然后呢 p这个是发表时间 紧接着呢 是自行行情 这里面呢 有一个标题 有一张图片 图片呢 也是就这个p部分 用于表示 接下来呢 是这个概要部分 就是具体的文字描述内容 也是一个section 然后在section里面 用hr定义一个小标题 概要 就是这个蓝色的部分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三个自然段 分别表示各个的文字内容 这个呢 就是咱们网页的内容 其他的section部分呢 使用方法也是完全的一样 在这呢 我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这个页角部分呢 标志出著出著和原文 这个呢 和一般的网页写法 也是完全一样 没有什么可说的 好 以上呢 就是为大家准备的 LTMR5呢 关于文章描述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呢 听明白了没有 也欢迎大家呢 留言和我一起讨论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